當然現在以民調來說 川柏是比較高啦 川柏有沒有意願 質問 我認為逐漸有意願 逐漸是什麼意思 有人拱他 最早的時候他完全 他自己沒意願 完全就是百分之百的沒意願 所以川柏有意願 那我覺得川柏出現機會是百分之九十幾啦 他只要有意願 韓國瑜院長有沒有很公開支持川柏 沒有 沒有公開啦 不能公開 但是 但拍個照啊 路過一下 吃個飯啊 然後PO一下文是可以對不對 院長會願意做這事嗎 我不知道 因為不能代表院長發言 但是你判斷 我覺得應該不是什麼 不會發生的事 只是還沒有到時間 因為真的兩年多真的還太久了 那我可不可以支持原資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下次幫我做民調 支持葉原資 2026進軍新北市府的刷77777 其實我非常適合 超適合 我在新北市政府服務了7年多 來一個立法委員 有在新北市政府上過班的 真的 真的 對不對 所以不是四子掉挑軟的 是不是 其實我們是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又有明代的基礎 又有豐富的學識涵養 接下來第一步是高宏安 那你覺得高宏安的局怎麼看 高宏安我認為這個他的案情 機會很高啊 其實有嘗試的都知道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好像很少人是這樣弄的 對啊 而且助理都煩了 剩一個公會 對 接下來就是看說那政治怎麼變化 因為現在 根據法律規定 假設他有事的話 是由副市長邱成元代理 對 邱成元是民眾黨的 也民眾黨的嘛 所以但現在對民眾黨很尷尬耶 因為高宏安如果一審判有罪 就當場開除耶 照民眾黨當時要直接開除 直接開除喔 對啊開除 一審有就會開除 對一審有就會開除 那這樣子尷尬啦 那副市長是民眾黨的 那市長不是民眾黨的 那怎麼救 那接下來就是邱成元代理吧 那 我覺得這個對於這個 民眾黨自己去傷腦筋啊 民眾黨基層會不會分裂 民眾黨基層會不會因為這樣分裂 因為你如果挺安派跟反安派嘛 對啊 但也沒辦法啊 高層是反安的 這個是大家知道的 對啊 因為早就斷線了嘛 但是基層 就是他們怎麼喬 就喬不了啊 這個其實我覺得他們自己去判斷 但是如果高雄安 因為一審如果停止嘛 他就只能等待嘛 等待二審嘛 那二審如果無罪他就回復嘛 如果有罪他就解職嘛 然後到時候就由行政員來派 那關鍵應該是說 那下一步 假設高雄安真的有狀況的話 那下一步民眾黨怎麼安排 那我覺得這個跟我們第三題 這個有點相關 我覺得有點相關 對對對 就是因為現在大家都一直在講那個 那個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就是藍綠白嘛 那我覺得綠 綠我覺得比較好判斷啊 我認為清德中不會給蘇曉惠 這我也公開講過 你覺得不會給 我覺得不會給 因為你看清德中現在對英系的這種態度 他對蘇系 我想應該也不會很客氣 當時2019年的時候 蘇貞昌一定也有弄他嘛 對不對 對啊 那蘇貞昌在中央機關 布了很多他的人嘛 因為他對於人事 抓得很緊 抓得很緊嘛 不是說只有那種工股行庫的董事長總經理 甚至於那種機關裡面科長 被拔走起來 他都要約人家來談一談嘛 他要讓人家知道說是我在照顧你啊 所以這些人情最後 當然收割的就是蘇巧惠嘛 他就是要幫蘇巧惠布局 對 那到時候如果蘇巧惠真的選上新北市長 你不要講喔 新北市現在有一些高級文官喔 還是蘇貞昌的人喔 像我們私下都有了解說 他是 這麼多年都沒有被收編 有有有有 那這也是蠻堅持的 對 這難免啊 這沒辦法 那代表他籠絡人心有一套喔 對啊 那這個 所以 我覺得這個賴不太會 我認為他不太會給蘇巧惠 那2016 2026啦 應該還是主席指定嘛 就跟蔡英文一樣還是指定的嘛 那會指定誰呢 我覺得可能就領有場 可是現在 好 這講這太好了喔 對對對 因為在 在新北這個地方 蘇系不一定選得上 但你沒有蘇系你肯定選不上 問題是蘇系會 蘇系沒有被提名 他就會直接跟清德東對幹嗎 或者他不一定對幹 他就說我不幫你嘛 或我不全 我皮笑落不笑有沒有可能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說 國民黨派誰才是重點 對 因為對清德中而言啦 反正新北本來也不就是 本來也不是民進黨的嘛 對不對 他又不是說丟掉了原本的縣市 這可以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其實如果 有拿下算貪掉 沒有貪掉 尊都算 但重點把政敵幹掉了 而且他們對自己很有自信嘛 他們認為說 林宥昌救得起來啊 林宥昌也做過內政部長啊 林宥昌也做過金融市長啊 又不是說他只起步比較晚嘛 他自己人嘛 所以我認為林宥昌機會高 國民黨誰呢 國民黨現在以民調看起來 現在有很多人啊 我覺得也不是說不好 像劉和蘭他也算有經驗 市政經驗也是非常豐富 他從生物老師開始做起來 但是知名度確實有大的我差 對 就是說知名度跟支持度嘛 所以給他一段時間努力嘛 比如說他努力一年 一年半 如果還是這樣 那我覺得政治是現實的 那你當然就要支持那種 比較有勝選機會 我問個辣的可不可以 那你覺得劉和蘭的老闆 會看破這事嗎 我認為會 經過總統這一局之後 有進步嗎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還會想試試看 因為還久 因為現在2027月嘛 實際上提名是2026的三四月 還有兩年的時間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說 我有機會 我還有時間 我只是還沒發揮 我只是還沒有使出殺手箭 那我倒過來問喔 對 劉和蘭本人意願怎麼樣 當然高啊 當然很高啊 等一下 是劉和蘭老闆意願高 還是劉和蘭意願高 我不知道他們誰高啦 但是我只能講說劉和蘭意願很高 為什麼呢 因為像我 但老闆有意願支持劉和蘭 一定有嘛 因為如果 劉和蘭是 心北就是要問你你知道嗎 不是這個很好判斷 因為劉和蘭是副市長 我就問啦 一個副市長如果沒有得到市長的同意 可以這樣趴趴走去參加黨的活動嗎 劉和蘭現在他是到處 譬如說我們新北市 各區都要辦那個國會改革的宣講 像上個禮拜天 早上一場在土城 下午一場在板橋 劉和蘭都有參加 那我們來個殘酷對決好不好 現在線上的觀眾朋友 你認識劉和蘭你說要一 你不認識刷林 因為要投票給他人家先認識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粗略的判斷說 不認識基本不會投他嘛 對不對 至少我的邏輯是這樣 總不能你投一個票 你連投誰都不知道嘛 我們又不是美國對不對 美國人常常不知道是誰在亂投 你認識劉和蘭刷一 你不是刷林 殘酷大對決 但是你講到一個關鍵 劉和蘭現在到處趴趴趴 對啊 他來參加 我們禮拜天下午是板橋的 現場全部都是黨員 黨員幹部 那你一個副市長你跑來講 國會改革幹嘛 你幹嘛來講這個東西 當然是你 有其他企圖嘛 那如果市長沒有support的話 你敢來嗎 市長會說那你來幹嘛 你跑這個東西幹嘛 好我們來看一下觀眾朋友的反饋 郭忠祐 LURA JH 林 北 DXYZ 思想中心 RAIDER 明明 趙國蘭 都是零 認識的 PS DZ XY 陳阿嬤說負一 你是更狠 你 然後還有 我們那個 那個是傻人黑吧 那個韓語的那個加一 但不看好 鄧金之刷一 Reed說一但我不投 還有小螃蟹負一 負一是怎樣比林還慘 所以 但我覺得我不是否定劉副市長 我覺得大家在市政方面 應該是很認真盡責啦 儘管我不住新北市 但問題政治真的很現實 就像你剛才說很現實 好那劉荷蘭跑得這麼勤 國民黨內其他人呢 所以劉荷蘭你想說他拼個一年嘛 一個年半嘛 看看有沒有機會 那我可不可以支持原資 可以啊可以啊 你下次幫我做民調 哈哈哈 支持葉原資 2026進軍新北市府的 刷77777 其實我非常適合 超適合 我在新北市政府服務了7年多 對啊 那時候朱立倫在的時候 哪一個立法委員 有在新北市政府上過班的 真的 真的 所以不是市值得要挑軟的 是不是 其實我們是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又有明代的基礎 又有豐富的學識涵養 所以我們要改一下名字 新北只是你不資 票就要投葉原資 哈哈哈 新北如果你有資 你有資 新北如果你要資 你要資 市長就投葉原資 哈哈哈 好啦 那開玩笑話說回來我覺得 當然現在以民調來說 川博是比較高啦 川博有沒有意願 直問 我認為 逐漸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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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拱他 最早的時候 他完全 他自己沒意願 完全就是百分之百的沒意願 欸77的比剛才111的還多糟糕 真的嗎 哈哈哈 所以劉副市長要加油 不然劉副市長可以來上我們節目 可以啊 他應該蠻樂意的 OK 繼續繼續 那那個 所以 所以川博有意願 那我覺得 川博出現機會是百分之九十幾 啊 了解 他只要有意願 但他現在應該不太敢講啊 因為他顧慮到 新北這邊的看法 跟台北的看法 他老闆太多了啦 對啊 那他講那蔣萬安 他一定要跟蔣萬安先溝通好 怎麼去發佈這個事情 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對啊 韓國瑜院長 有沒有很公開支持川博 沒有 沒有公開啦 不能公開 但是拍個照啊 路過一下吃個飯啊 然後PO一下文是可以對不對 我覺得 院長會願意做這事嗎 我不知道 因為不能代表院長發言 但是你判斷 我覺得應該不是 不是什麼 不會發生的事 不會發生的事 只是還沒有到時間 因為真的兩年多 真的還太久了 但院長會做這事 一定 李四川跟院長的關係 是咩 對不對 大家都認識院長這個人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不可能不 不可能不停的啦 那其實電台神鎮 會不會就是院長 說實在話 就藍以內部 因為我們都知道 院長沒有黨職 但是院長在藍以內部 不需要黨職了 我是覺得 現在講這個 有點言之過早 反正我覺得 一年之後會比較明朗 那我認為 現在看起來 李四川的機會會大 那我為什麼說 新北這局會 跟新竹有聯動 對 因為現在大家講說 黃國昌他要選新北嘛 對不對 好 那問題是假設啦 我覺得同樣 按照黃國昌的心理 他跟劉環一樣 因為他們兩個民調 現在都不高 可是黃國昌會覺得說 我重返政台還短啦 你再給我一年時間 你再給我一年半時間 難保我在新北市這一局 你民調不會起來 可是他還會拼 可是你就剛剛講 新竹這個關鍵啊 黃國昌最大的敵人 不是新北市民 投不投他 是黃國昌是選新北 還是選竹北還不知道 現在問題就在這 還是選新竹還是選新北 現在問題就在這 就是說如果黃國昌在新北 努力了一年多 發現他的民調 還是出川柏一大截 那你覺得他會繼續選新北嗎 我覺得不會 他是民眾黨的明星 他還當炮灰幹嘛 但也有可能另外一個 所以他就會到別區去嘛 那別區哪一區最有可能性 現在一般大家是講兩個嘛 新竹縣或新竹市 好那新竹縣或新竹市 你覺得假設黃國昌 有什麼狀況的話 哪個比較好 當然新竹啊 新竹市嘛 新竹唯一虧無痛的就是 而且我覺得新竹市 其實國民黨如果要理 要跟藍白要合作 叫他們支持我們新北 然後我們支持他們新竹 也不是不可以啊 因為新竹本來就是民眾黨的啊 本來就是民眾黨的嘛 只是說從高王安換成 七月底之後就不是了 還是啦 因為副市長還是 原本是嘛 就是黃珊珊嘛 原本就是嘛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 都有連動啦 高王安這個官司 其實也有牽連到九合一的選舉 不過我剛剛發現這個原資講到最後的時候 突然保守起來 好了要害你也不要害你 什麼 你剛剛最後沒有講透啊 就是到底是不是就是李四川 就不然你給一個拘留好了 不是你現在 你現在問我我覺得李四川機會很高啦 九層以上 九層應該是有啦 對啊 目前很難動搖他的設望對不對 可是川柏 說實在川柏年紀也算是有一點了 這個會不會形成 對他來講也是個考量的點 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現在大家也不會覺得說 反正現在川普 對川普78歲啊 拜登81歲都在選 也是啦 川普還子彈還打不死他 川普看起來也是很硬朗啊 你不會覺得他 你不會覺得他年紀很大 重點 是不是你是 你有看他那個 他有看他王者歸來的那個嗎 The first appearance 在那個 在那個什麼 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時候 他那個進來 然後放那個 就是我是美國人那一首歌 我的天啊 而且那個Nikki Haley都貴翔了 所以你就說 其實政治人物很有趣你知道嗎 真的 那如果川普在11月有當到美國總統 美國有川普 我們新北有川北 川柏 可以啊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年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你居然有水潤嗎